郎平赛后采访,逆转美国之转折点,是换上他中国女排3比2,再次战胜美国女排之后,郎平与李莹莹在赛后接受了记者采访,郎导说,我觉得关键是我们前面还是跟不上对方的节奏,美国对今天是他们的正常的水平,我们今天也做好了打五局逆转的准备。 记者,我们知道这场比赛肯定很困难,但我们没有想到先赢一局后,后面2,3局反而找不到感觉了。郎平,对,就是刚才说的,美国对2,3局一传特别好,打得非常快,我们还是有点跟不上。 记者,您第三局打完后,感觉信心不足了,是怎么去调整队员的。郎平,我觉得我们也没有信心不足吧,就是在阵容上有所变化,跟队员讲,1到2比赛还没有结束,我们要力争每个球,另外,我们调整一下阵容。 记者,您在第四局换上李盈盈后,成为比赛的关键,转折扁,郎平,对的,因为我们加强了进攻,把朱婷调了一个位置,我们每个方法都要试一下。 然后,本场比赛拯救球队的18岁少女李盈盈,得意洋洋的来到了镜头前,记者,在打俄罗斯的时候表现特别好,但那场比赛其实没有很大压力,但今天的比赛很有压力。 李盈盈,我觉得从先前的比赛到这场,每一场都是积累比赛经验吧,我也是在每场比赛后总结自己,也是越来越好,也是用年轻队员的冲进来带动自己打球吧。 记者,其实你上场后是在我们很被动的局面,我记得你上场后第一个球就被拦了。 李盈盈,对,因为我上来时很想发力,想得分嘛,所以技术动作有点僵硬,到后来慢慢就好一点了。 记者问,怎么去调整自己的?李盈盈,我觉得还是自己记住技术动作,包括廊导提醒说高一点打,不要我巴死力,提醒我,记者,你单人篮那个复工太漂亮了。 李盈盈,对,因为前面一直没有碰到她的球,那时拦死了特别兴奋,很想拦到她一个球。 记者,一到二块要顶不住的时候,朗导给你们怎么调整,怎么做的准备。 李盈盈,还是赛前的准备特别充分,准备跟对手拼五局,拼最后一分,也是坚定信念,想到会有很困难的时候。 记者,我感觉你今天一战成名,李盈盈听了后的表情是这样的,李盈盈,我觉得还有队友的功劳,我上去只是发挥我自己的优势,进攻和发球吧,其他环节还是队友来弥补,胜利是靠队员一起努力得来的。 记者,中国女排这种拼搏精神发挥出来了吧,李盈盈,对,我觉得所有队员不论先发还是后发,都顶住了,本场比赛,狼倒的用人和调整,显示了很高的水平,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排最倍利器的赛前准备,狼评赛后采访承认,逆转美国之转折点是换上她,而李盈盈,石破天惊,一战世界成名。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